mean 用一句詞語形容回歸 一句詞語 四個字可以嗎 百感交雜 當家作主 很兇險的旅程 五個字 中國主場 一段歷史 是我們香港人再創高峰的時刻 是一個必要的過程 兩個字,即是騙局 倒數 害腳 機會 質疑 拍拖 倒退 拍拖行不行 沒有新別 未知 轉變 白色回歸 失敗 香港、中國 或者文學太差 即是不懂得怎樣去形容 我記得我當時是 其實是 有做眼鏡 眼鏡之後 我就走出去 就去 應該我在會計師樓 做一件事的 我想是過中四的暑假 九七年回歸的時候 我應該有一個BB 在床上 除此之外 沒有其他記憶 九七那天 我自己一個人逛街 幾個圖像 我也是有幾深刻的印象 從這個土瓜灣走到尖沙咀 那時八個月大 應該要喝奶 正鷹鷹 好像看那些喪屍片 初頭會拍那個城市 一個人走 沒有人 然後那些喪屍衝出來 是比較後期的時候才會記得 有這樣的印象 就是從一些新聞片 當日彭定康就是 慈別廣督府 我知道 但是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忘記了 一點都忘記了 應該有看電視 我忘記了 我真的忘記了 但是我可能是有印象 就是我坐在家裡 看電視 那一幕是 有個警察就是吹過號角 吹過號角 英國旗就下來了 當時那個副官 就是把那支旗 就接起 就是送回阿彭定康 有人打電話給我 哇 他們兩個女兒很漂亮 我問有沒有看 我沒有看 我逛街 我應該是在家裡 爸爸在廳裡看電視 我記得我在家裡 看著一個十四寸的電視機 兩班人在簽一些東西 後面有一些國旗 那些旗很 很難看 風扇吹著 你看著風扇吹著 那個旗在吹 聽到他突然之間大叫 喂 回歸了 這樣 記得當天我應該在看電視 是的 就在看這個解放軍 進來香港 那些解放軍的暴躁 都覺得很陌生 很有種距離感 我那天在山頭開車下來 那到凌晨四點鐘左右 就在維州和那些解放軍 一起過關黃江口岸 我記得當天 是否下雨 好像下雨 那我還記得 是下雨的 是的 我記得下很大雨 不是我記得 是我見到很大雨 在那些片子裡面 最初下來是沒有雨的 最重要 但是當他一踏入香港的地方 就狂風暴雨 我覺得很有趣 1997年讀法案 最深刻的一件事是 在學校的操場仔那裡 不知為何 我的同學發現我是隔天洗頭 然後他就說 你隔天洗頭這麼髒 頭要天天洗 自那時候開始 我就天天洗頭 有什麼事 我都覺得 幼稚園的國民教育是怎樣的 幼稚園的國民教育 就是要唱這個 各國慶 慶祝各國慶祝各國慶祝各生日 真高興 我爸爸在大陸慶祝生日 我去回內地慶祝 那是一個鬼地方 吃完自助餐 打算完工作 回房裡睡 晚上黑的大陸 那時候大陸是黑的 有幾大 然後帶了我去一個 好像卡拉OK的地方 鬼地方是一個 軍事的訓練營 然後他有幾個朋友來到 我跟他聊天 然後突然間 有一班女生坐下 我們要唱軍歌 軍事操 接被會起閣 床鋒不可以有皺紋 我小時候 為什麼我姐姐被我坐大腿 然後叫我唱生日歌 和我慶祝生日 我就覺得 國慶國慶 中約生日 真高興 小時候作文都會作的 中國就好像什麼 什麼獅子 什麼沉睡獅子 什麼紅色的太陽 好像很溫暖 每天看三十分鐘的新聞聯播 基本上就是一個 操練軍人的地方 但是我們的操練方法是遊說 我讀大學的時候 都是七十年代 都是唱我的祖國的年代 我不會想回去那個地方 腦裡的中國 就是很樸素的邊城 不過如果士光島磊要回去的話 都是會這樣決定 都是會去大陸 那個一條大河 波浪寬 有田 有河 有很淡薄的農夫 這個的中國 我想是很親切的 這個祖國那方面 它是較為 真的又開放 又科技化 那麼基本 那麼基礎 那麼不足 的發覺自己 全世界已經 就是 在這個舞台方面 是很好 我會形容我自己 當時去CBA 其實是一個 插班生 由頭 將 學籃球 看到籃球的東西 重新再學習籃球 我會形容自己 是 是 用一個詞語 形容你覺得 香港和中國的關係 攀山者和山的關係 我想每年都要去十九個地方 是 中國是一個很大 不知怎樣入手的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 北京、南京 近一點的是 深圳、廣東、佛山 而區裏面 有很多東西等待 我們去知道 接著遠一點的是 新疆、山東、青島、遼寧 我們對它的理解就是 很遠的望那座山 有幾個城市 覺得自己挺喜歡的 就是 北京和上海 因為 比較像香港 作為一個攀山者 應該要做的就是 去試一搭每一串 的石和土地 去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當年來香港是七四年 我自己是 廣東、深圳出生的 現在大陸的大小梅沙 那裡游泳 游了五千公尺去吉澳島 本來就是想去美國 其他地方 就來了香港之後 就 卡住了在這裏 就走不掉了 98年 98年的時候 就想去香港 代表香港出去比賽的時候 就會有朋友會問我們的身份 我五歲來香港 其實他們說得出 譬如說 他們說的 One Country Two System 已經很好 代表他們其實已經知道 有香港這個地方 剛剛讀聯書 中三未考試 我就出來工作 我覺得那時候香港很吸引 那是否香港是否一部分 中國 他們就一定會問這個問題 他們說 Yes and 即是說 我們會說回歸了 所以是 因為經常很喜歡記信 家裡有什麼信 我都會爭著 去游泳那裏 小學的時候 我去問了 我媽媽 為何家裡無緣無故 有個眼閉圖 本來用開眼閉的樣子 我記得就是 有一次 為何有人說什麼綠色 我媽媽跟我說 我的眼閉不是有花 就是因為 那個是英女王的頭 因為香港曾經被英國管過 香港以前被英國管過 現在是中國管的 所以就回歸了 很小的時候 可能入小學之前 會開始對於這個地方 有少少了解 那時候我以為 我看出去 就是幼稚園的時候 我以為我看出去的地方 就是這個世界的全部 幼稚園K3的時候 我學校的美奴堂 那時候的美奴堂 就叫我 製造這個區域 在德華公園那邊 看出去 看去青衣那邊 有一個海 我以為那個就是 即我以為 那個世界就是 這個這樣的情況 就是有一個交飲館 另外就有一個紙的區域 就是對摺 對摺 中間就有個洞 就放了那個交飲館 就是一個自製的區域 因為我住的地方 那個公屋比較高 所以我就可以看到煙花 就特別是 之後去到小學的時候 就知道其實香港 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之後那支區域 我都不記得去到哪裡 好像丟了 會不會犯法 歷史好像很洶湧的河 這樣 那條河不等你 衝著衝著 就會有另外 新的香港人的身份 我的血肉 就屬於人道 但是我的智慧 我的知識 就屬於香港 中國 很榮幸 我現在心裏面 很深入的深處 我是一個香港人 香港是一種光榮 因為從小到大 覺得代表香港 就是代表了一群熟識的人 一些熟識的地方 我很嚮往 一個在這麼多年 傳統遺留下來的文化的中國 代表一些最能夠代表我的地方 新城市 九十年代 都還有音樂噴泉 有一個大一點 好像天井位 有一個小一點 應該叫羅馬噴泉 有時候 那個大的音樂噴泉 就會鋪鋪鋪鋪板 在上面給人表演 我有試過中樂團 然後去那裡拉二壺 我幻想出來的一個很樸素的中國 我應該是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國家生活 不會是香港 不會是香港 很遙遠 好像找不到 我有想過移民 我喜歡新加坡 其實移民這件事 其實我也曾經有想過這件事 有些大家一起面對的處境 就大家一起面對下去 我沒想過會離開 但後來我打燒了念頭 因為我發覺我的根是在香港 我是一個香港人 本土的香港人 我認同不到政治的中國 我是全世界很多地方去過 但我覺得都是香港最好 所以就留在香港 我是一個在殖民時代 見證了香港起飛的香港新生黨 我很對香港那個輝煌的成就 對一個現代城市那種的氣魄 它有好的有不好的 就是拜金、投機、取巧 實際都沒有朋友 但它有另一面 它很摩登 它很崇尚平等、機會、法治 自由奔放的思想 我很以這種身份自豪 我十五歲的時候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 那時候那些獎杯都放在窗台 那我就看著窗台 我就問我自己 就是說 這些獎杯放在這裏 會有些什麼 在未來的五年幫到我呢 那你就會見到它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有這些獎杯 會令到我更加驕傲 那我就問我自己 驕傲有些什麼幫到我自己 那我為什麼要那些獎杯呢 是沒有原因的 那我就扔掉它 我立即扔個大桌 扔掉它 我是說真的 我是所謂一枝旗 一枝獎杯都沒有 在窗台上 我覺得我能否決定 招待一下 很營造 來自豪 我會想聽到 有很多大桌 放哪裏 我的房子 在窗台上 起床 在横台上 打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